內觀不是原始佛教的專利 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 烈子中尼篇就記載 悟外遊者不知悟內觀 外遊者求備於悟 內觀者取足於身 可見在先秦時代 諸子百家就懂得內觀 孔子和希達多他們是同時代的聖人 印度大陸的希達多走的是出世路線 追求個人的涅槃 東土大陸的孔子走的是入世路線 追求內聖外王 目標是治國平天下 我們無法得知先秦時代 人們是如何學習內觀 現存最早最詳盡的內觀法門 我覺得是東晶的黃庭經 黃庭經與原始佛教內觀法門的最大差異 在於黃庭經把人體器官視為活物 認為人體器官內居住著眾多神靈 這些擬人化的神靈 不僅個性鮮明 還形成龐大的神仙體系 這種奇特的內觀法門 一時間應該很多人無法接受 我們體內的器官怎麼可能住著有個性的神靈 大家是否聽過器官記憶 隨著器官移植 捐贈者的個性和嗜好 竟然轉移到受贈者 例如全世界第一個心臟移植案例 美國人馬力高爾克 她在1988年47歲時 接受了心臟移植 馬力在手術後不久 變得很想喝啤酒 還突然喜歡吃巧克力棒 青椒和肯德基炸雞 這些食物是她過去從來不會碰的 在手術後5個月 她還夢見一位瘦高的青年 看到一些不屬於她的記憶畫面 馬力從護士口中得知 她接受移植的心臟 來自一位勤摩托車車禍的18歲青年 為了釐清真相 馬力特別去拜訪七年的家人 她們向她證實 死者生前最愛的食物是啤酒 巧克力棒 青椒和肯德基炸雞 這種器官移植的靈異事件 不只發生在美國 也發生在台灣 就在最近幾年 有位廚師在喚醒手術後 變成了創作藝術家 原本是廚師的廖先生 在經歷器官移植後 突然擁有源源不絕的靈感 她開始利用廢棄食材 進行藝術創作 類似的器官移植案例 還包括台灣有位小男孩 在接受心臟移植後 竟然能夠與死去的捐贈者對話 這些不可思議的靈異事件 就連西醫也無法解釋 我認為 活體器官是有生命的 而且 不只是人體器官而組織 就連我們體內的 每個細胞和微生物 都擁有自己的嗜好和個性 黃庭晶的人體五臟神 並不是古人的幻想 而是現代科學 還無法證實的靈性生命體 黃庭晶 分為內景晶和外景晶 外景晶的內容比較簡約 類似指導原則 只記載粗略的內觀修行法 內景晶被道教上清派 是為修煉核心教材 作者是西進女道士 魏華純 據說 她透過通靈取得神域 才寫出這部修正寶典 魏華純 被道教上清派和麻山派 尊奉為第一代祖師 內景晶 詳細解說了人體的結構 內容包括了人體五官 五臟六腑和四肢百孩等 她有不少章節是重複的 而且歷朝歷代的註解也很混亂 我猜測內景晶是東進以後 歷朝歷代修道人的集體創作 並非出於一人之手 所以大家看不懂內容是正常的 請不要糾結 簡單來說 黃庭經的主要精神是萬物有靈 不只人體內居住著神靈 就連日、月、星塵和大地 也有對應的神靈 道教神霄派主師王文青曾說 鍾離武器混合百神 以我圓命之神 招彼虛無之神 透過黃庭經的修煉法門 不斷內觀 我們體內的靈性生命就會合一 喚醒內在的圓命之神 我們才能 以我圓命之神 招彼虛無之神 黃庭經 具體要如何修煉呢? 坦白說 宋慈萬變 不是個好方法 我們可以觀摩 台灣的火居道士 參考他們是怎麼修煉法術和靈異 在道教毛三派科儀 六丁六甲坦靈修爭爵中 最新的修煉元神法絕 就是太極混元神咒 我們別忘了 道教毛三派也是尊奉魏華純 為第一代主師 火炎神咒可說是 繼承黃庭經精神的濃縮精華版 我們可以用它 來代替黃庭經 在實際的內觀練習中 我們必須先把火炎神咒背起來 火炎神咒內文 一生之主 心元君 左有青龍 肝元君 右有白虎 肺元君 前有朱雀 聖元君 後有玄武 孔元君 好意好樂 皮元君 好油好放 魂元君 好動好盡 魄元君 魂元神咒全文 我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這裡 我要提醒大家 中醫的皮障是西醫的胰臟 因為胰臟的消化功能 才符合中醫的學理 中國大陸的著名氣功大師 龐爾明先生 也是把西醫的胰臟 標示為中醫的皮障 請大家在觀想皮障時 使用西醫的胰臟 我們一邊默念魂元神咒 一邊觀想人體器官 魂元神咒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 請不要太糾結 只要觀想看得懂的地方就好 等到我們熟練魂元神咒後 只要按照人體從上而下的順序 去感覺對應的人體器官 我的氣功老師曾說過 感覺就是看 我們不斷去感覺 這股看的力量 就會同時佈氣到人體的器官和組織 黃庭經說 先人道士非偶神 積金累氣已成真 按照道教毛三派修煉可以 六甲癱法 要修煉七七四十九天 再加上修煉前十二天 就要開始栽戒 不吃五星 不行防止 直到修煉結束 總共是六十一天 我們不是要成為火炬道士 只需要每天 固定時段靜坐 透過一遍又一遍的人體掃描 就能源源不斷向體內灌氣 等到氣灌飽了 在某一天 量變產生質變 氣就會自動武化 人體內的靈性生命 喚醒我們的 圓命之神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九頭宮 我們下次見 拜拜